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 我是莫洋 新年快樂 過年的時候大家應該都很有時間機會一直滑手機吧 與其一直滑 不如就給手機做一個大清理 說到要做手機的數位以及點難 也是因為我前陣子正好又被一個觀眾給敲醒 他就私訊我說 覺得莫洋很厲害的是 發現我還是都會追蹤一些美妝youtuber或是網拍賣家 但是怎麼都不會被誘惑呢 是怎麼辦到的 先不要論我是怎麼辦到的 這時候我才有種被點心的感覺 對耶 我怎麼會追蹤這麼多裡裡口口的帳號 根本就關注不到我想要關注的人啊 具體的囤積感覺比較無搭耶 但這都是我們經歷的地方 就手機而言每次找一張照片要花的時間 APP的囤積讓視線很混亂 追蹤的IG帳號大量的釋出 你根本不是那麼在乎的訊息 還有LINE會一直跳出廣告優惠等等的訊息 可能這個時間是浪費在這裡 心力也都被分散了 既然手機是可以提高生產力的輔助工具 我覺得還是要還給他一個比較乾淨的 而且有效率的空間 這幾天過年如果閒著沒事幹的話 發佈房間跟我一起來極簡手機這個角落 那我待會極簡順序就從最簡單的APP開始 然後再到IG帳號LINE的帳號 然後最後是大魔王的相簿照片 APP的極簡我覺得是相對簡單的 就是把不需要或是超過三個月以上沒有用的APP給刪掉就對了 就一個一個點開來看 好多都沒有用過 都懶得眼就怎麼用 所以就都囤著 那我們就把它刪掉囉 這些我都不知道是什麼 Snappie 這下的好多不用 這個也沒有 購物的MOMO沒有在用 然後Eye Check也沒有在用 紀錄生理期都已經沒有在用了 欸我有接口喔 我從來沒有用過接口我也沒有辦 這個Multi timer好像只用過一兩次吧 掰掰 IG帳號我在幾個禮拜前有發貼文做過一次 是從715個追蹤 現在降到大概290到300之間 我總共刪掉我再也不看的購物帳號 忘了為什麼要追蹤的陌生人 以前人情世故才加的一些人 是以為我很文青會看的帳號 還有一些最近已經不在關注的youtuber或是藝人 甚至刪掉一些以前高中大學 不是那麼熟悉的學長學姊學弟學妹 還有曾經很熟但是現在已經不太講話的朋友 我還有刪除幾個會勾起我一些比較難過生氣 不開心回憶的帳號 所以真的要刪除那些不認識或是毫無關聯的人 蠻簡單的 要刪掉那些曾經是很重要的人 只是因為時間關係的一些改變變得不再講話等等 真的蠻需要一點勇氣跟果斷的心去做這個決定 我昨天跟我朋友說 我還在想我要不要退追蹤那個 然後朋友就說我覺得再過幾年你就會刪掉了 那時候突然間我就覺得好像念頭開了 我要活在現在而不是拘泥在過去 如果我未來終將要做刪除這件事 那不如我就現在做吧 總之呢我覺得追蹤IG這個部分真的可以好好講話一下 資訊都已經這麼爆炸了 如果你可以自己決定你要關注什麼的地方 都還是一樣混亂的話 真的會miss掉很多你本來可以關注到的訊息 下一個來幾點LINE 那因為LINE比較私人 我的畫面就精簡淡過 我想要從廣告帳號已經很久沒有在聯絡的朋友 忘了是誰等等的這些開始刪 還有以前那種高中大學主作業主報告 還有一大堆因為火眾成立的社團 我也想要趁這個時候刪一刪 最後結果總共從340個好友左右下降到大概80個 群組也大概刪了快15-20個了吧 我覺得看起來清爽很多耶 我發現真的是好多人都已經沒有在聯絡了 很多我根本就沒有講過幾句話的人也在裡面 我還算邊編輯所有聯絡人的名稱 就按照什麼高中、大學、工作、親戚、YouTube等等 這種前面來分類 好再來來到最後的大魔王手機相簿 這個操作起來一定超困難的 我們一定要操作已經不要的螢幕截脫 各種重複看起來差不多的照片 晃到拍壞照片 還有因為修圖修改傳了各種色調和尺寸的圖 好總之我們一步一步來吧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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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張 OK 但是我最後總結想要跟大家講 就是我的instagram從715個人下降到剛剛說的295個人左右 然後這樣子已經大概三個禮拜了 真的讓我的版面還有接收到的訊息有很大很大的不同 我在華文章的時候真的能夠挑出我想要關注的那些人的貼文 另外一個比較深層的面向是因為退了很多不在乎的人 也算是幫人際關係做了一整層的清掃 哪些人是一定不再聯絡了 所以為什麼不聯絡呢 那當初為什麼要夾他們呢 到底有沒有跟他們熟絡過呢 這些事情到最後都會回想起來 可是就想起日本馬英雯老師說的做極點整理啊 真的就是在整理你自己的人生你的故事 OK那希望這一次的極點一角落 應該有帶給大家一點點的動力 我常在想你們喜歡看這個頻道 是不是因為我也還在極點的路上 所以你們覺得很有親切感 那就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分享 過年沒事的話 滑手機不妨就順便清一下手機的垃圾 那這一集極點一角落就到這邊囉 我們就下一集影片再見吧 掰掰 新年快樂 掰掰